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脑洞大开 他创造了一个别出心裁的角色 这只大雕 让小时候故事呢 评贴了一种不一样的传奇 每回看到这儿啊 有人呢总是会想说 这要身边也有只大雕 走哪跟哪 那多神气啊 多气派啊 那你要笑了 做得到吗 告诉你 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一只雕和一个人的故事 主人公到哪 那只雕呢 他就跟到哪 真的 赶不赶不走 您听着羡慕吧 但是呢 红宇跟您说 事情跟您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怎么呢 事情呢发生在2012年 那是8月11号 这天一大早 这位黑龙江省穆棱市战胜村的村主任贾世忠 他请了几个村民来帮忙 到地里呢收割小麦 可是呢 没想到 才干了没多久 突然呢 就听到有人啊啊的一阵惨叫 哈哈哈 就是那个动静 不是人动静 还呢 就是非常那个 就是非常害怕那种动静 贾主人几个呢 赶紧就直起身 顺声音就看过去 这一看不打劲 当时呢 所有人 他就是一金 我一瞅 这家伙 他们就看见了 一只鹰扑冷着翅膀 像在抓什么猎物 残叫声啊 就从那块传过来的 再往下看 不得了 地上卖杆里 好像有个人 谁呢 老贾一看位置 正是他请来帮忙的村民 阳海 这不得了 赶紧救人 老贾他们几个迅速就操起农具 就跑了过去 可您猜怎么着 跑到半道 这老哥几个 顿时心里是一阵发紧 为啥呢 他们发现 那只鹰啊 它不是一般的鹰 这个头啊 忒大 有多大呢 估摸着 有半人狗 听到有人来 那只鹰呢 就飞了起来 哎呀 那翅膀一张开啊 足足 两米长 我得跟娘 这是啥鹰啊 这么大个 当大家赶到 你再看洋海 抱着头 浑身是血 躺在卖杆堆里 支哆嗦 他当时他就捂着脑袋 捂着脑袋害怕 就是 那后来他不时也走上来 当时灰色是血 看来洋海啊 伤得不轻 可是这只鹰 它怎么会对洋海 突然发动攻击呢 听到大家问呢 洋海呢很委屈 说我也不知道啊 当时呢 我正在干活 就感觉一块黑影 从天而降 接着头上 肩上一阵痛 转头一看 那只鹰呢 在抓我 我只好呢 边叫边逃 这不边上有堆卖杆 我只好往这个卖杆堆里面端 哎 您说奇怪吧 没招他惹他 一只大鹰 居然从天而降 直接就发起了攻击 可问题是 老鹰抓鸡咱听过 可老鹰抓人 把人当猎物 还真是稀罕 难道这只鹰他恶疯了 大家伙正瞎琢磨了 可有人抬头一看 不好 那只鹰啊 一个劲的在上空盘旋 有时呢 还来一个俯冲 好像还在寻找 对洋海下手的机会 反正这鹰也不走啊 不走还要 还要上的架子 嘿 还没完没了了啊 难道这只鹰 还真把洋海当成了猎物 这可怎么办呢 哎 有了 先把洋海呢 藏起来 大伙呢 七爪八角 把周边的这个麦杆呢 都盖在洋海身上 遮了个严严实实 大家心想啊 你老鹰再厉害 这下你看不到洋海 你没了猎物 该飞走了吧 忙完这一切 再看看那只鹰 果然呢 飞得很高了 看来没事了 于是呢 大家各自散开 准备呢 继续干自己的活 可真的没事了 谁也没想到 接下来的事 大大出乎了人们的意料 怎么呢 就在大家以为没事 继续干活的时候 突然呢 那只鹰香箭一样 一个俯冲 直接就扑向了洋海藏身的地方 当时呢 巨大的翅膀 一下把这个麦杆呢 扇得是四散飞扬 紧接着呢 对洋海 它是又抓又拙 把个洋海给弄得 哎呀 哎呀的 连生残酷 一边头下什么花 然后就起来一圈 就给那个挂了个旋风 我看鹰又过来 过来又开始 就是抓这个草 我就跟鹰扛插头 就跑 又来了 看到这样的场景呢 大家赶紧就停下 手中的耳朵 又挥着镰刀 插的就冲了过去 这老鹰一看人多 只好再次飞到了空中 不过这一次呢 在场的村民们 都有点害怕 怎么呢 按正常 这动物怕软 尤其人多的时候 你动物哪怕再饿 一般呢 也会放弃猎物 可是这回 不管大家怎么敢 鹰它就是不可离开 一直在低空盘旋 那怎么会这样 难道这只鹰 它饿疯了 如果是 那谁被它弄到一下 那可就不好玩了 大家心里呢 有点害怕 但是你稍微僵持了几分钟 大家就发现 有点不对劲 怎么呢 这只鹰啊 压根对其他人 它没兴趣 它的目标 好像只是洋海 也不断了 你管都洋海 您说奇怪吧 那如果真是恶疯了 啊 现场这么多人 你抓谁不是抓呀 那如果不是 那这么多人围攻它 它为什么不肯走呢 还专找洋海呢 难道是洋海身上 有什么奇特的地方 吸引了老鹰 咱们知道 有些动物呢 比如这西班牙的斗牛 当这斗牛市 它拿出红布 斗牛呢 它就会发疯一样的 像这红布冲过去 红色对斗牛呢 它会产生某种刺激 可是洋海 它也没穿啥特别的衣服啊 衬衫裤子的颜色 都正常的很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想不明白 当然也没时间多想 这只鹰不走 洋海始终面临危险 怎么办呢 看着赶不走鹰啊 没办法 贾主任呢 只得报警 向警方求助 很快 民警呢 就赶来了 落了一把 发开了 发开了以后 看人就不认识 伤 然后不认识 您瞧 这麦杆上的 到处施洗 老鹰的两次攻击啊 让洋海呢 伤得不轻 当时呢 大家七手八脚 把这洋海呢 架起来 准备送他去医院 可是你们猜子 就在这时啊 那只鹰好像 看懂了大家的意思 越飞越低 那架势呢 准备随时再次攻击 没办法 大家呢 只好一边 挥舞镰刀和叉子 一边驱赶老鹰 一边呢 把这洋海 往警车那边抬 按说的这么多人 应该没事了吧 可谁也没想到 就在快到警车边上的时候 让人彻底惊呆的一幕 发生了 快到车门口的时候 又不冲进来的 不是好动人 那叫 这还有痕迹呢 说这块鹰往这块路 就在这块盘旋 我的天哪 这鹰的胆子 也太大了吧 这么多人 居然还敢冲下来 您不知道 事情还没完 洋海上了车 车子开动了 那按说这下老鹰 他该走了吧 可您猜怎么着 那只鹰呢 不依不饶 追着警车 足足飞出去了一里地 最终的民警 不得不拉响警笛 打开警灯 老鹰呢 这才放弃追逐 飞走了 事情到这儿呢 情况已经非常明显 鹰他不是恶风了 他谁都不攻击 只针对洋海 可问题是 事发当天 洋海呢 低着头在地里面割脉 鹰则是从天而降 很明显 洋海他是既没招他 也没惹他 可是这只鹰 他为什么对洋海 是穷追不舍呢 杀手从天而降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接二连三 杀手为何对他们穷追不舍 动物的反常举动 背后又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黑龙江战胜村 他发生了一件怪事 村民洋海在地里干活 突然就遭到一只鹰的攻击 而且这鹰啊 谁都不抓 对洋海却是穷追不舍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呢 咱们还是先看看洋海 到底伤得怎么样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呢 是洋海入院时的照片 整个头部都包上了厚厚的纱布 脸呢都看不到 可见了伤得不轻 具体呢 咱们听听医生这么说 来个招心猫慌的 说来个鹰抓的 快手从这里送来了 我一看就是 左肩手上折腾 折腾到后背的地方吧 就是伤比较重 抓得比较深 而且那个局部呢 组织还缺少他 前领膜也抓开了 坐背前领膜 给他缝上 然后上臂呢 就是这地方 外侧 前臂外侧 抓到那层地 找手上的 但是这种局部抓伤 咱们给他对一块下 他对不上 切了 头上有点小洞 感觉不是头上 这个正中 头正中的位置 大概这样 您说恐怖吧 肌肉被抓烂了 这都算轻的 头上呢 居然还被抓出了 两个洞 哎呀我的娘 这是什么营啊 怎么这么厉害呀 说到这儿啊 咱们就要请专家了 这位苏华龙研究员呢 从事猛禽研究 三十多年 他在听了大家的描述 看了洋海的伤口之后呢 认定攻击洋海的 不是普通的营 而是金雕 金雕的爪子 人是白骨开的 他的爪子跟人的 指头怎么粗 指越粗 卧力越大 卧力很重要啊 卧力弄不好 抓住警东麦 抓住这个 抓到前面 都都都都可能致死 所以说如果是金雕的话 金雕的爪子可足够大 抓住这个警 要抓住这儿 这个人 再抓一爪子 倒到前面 这个人的生命危险 就警东麦要抓过 这里呢咱们确实 有必要认识一下 金雕这种动物呢 它是鹰的一种 个头呢特别大 成年雕呢 身高啊超过一米 两翅张开 距离呢可达两米 它是雕类里面呢 最凶猛的一种 人称空中炸手 一般猎物被它盯上了 那基本 它就没得跑 但是呢 即便这样 当苏研究员 听说洋海 被金雕抓上的事后呢 还是觉得很奇怪 怎么呢 金雕个头虽大 爪子呢 它也是确实锋利 但是这种猛禽呢 一般只抓鸟类 或者是个头不大的动物 说他主动对人 发动攻击 还穷追不舍 这样的事呢 在当地啊 他还没听说过 那么 洋海被金雕攻击 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从画面呢 可以看到 洋海回忆起当时的那一幕 仍然是惊恐万分 从这点呢 可以判断 金雕对他 确实是突然发起攻击的 完全可以想象 当时呢 如果他身边没有卖杆堆 如果大伙不及时赶到 后果呢 肯定还会更严重 可问题是 金雕呢 一般他不会攻击人 但这次为什么会突然攻击洋海呢 难道这回 他真的是金雕恶极了 积不择实 才导致了凶险的这一幕 谁也没想到 就在专家感到疑惑的时候 洋海的一番话 让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了 那他说了什么呢 洋海说呀 他其实呢 并不是第一次被金雕所杀 半年多前 他还被这金雕呢 袭击过一次 那是今年开春的时候 洋海呢 和同村的几个人 正在地里干活 一只金雕突然从空中 俯冲下来 扑向他 拼命的抓咬 那一次呢 虽说他也受了点伤 但幸亏当时呢 边上有辆平板车 他钻到这个车子底下了 后来呢 在民警的帮助下 他才逃过了一劫 这就是问题复杂的原因 那次呢 和这回一样 金雕谁都不抓 就要他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难道这金雕认识他 跟他有仇吗 相信说到这儿啊 您肯定会想 八成就是这样 要不然 在场那么多人 那为什么别人都没事 而总是你洋海被袭击呢 没错吧 但是 接下来的情况 却让问题变得更加扑朔魅力 怎么呢 您看段视频 这是当地电视台 早年拍到的一段资料 画面上的这位呢 名叫吴永田 老吴呢 原来啊 他也是战胜村的村民 你注意啊 他原来也是这里的村民 但现在的不是 为什么呢 这个呢 咱们先卖个关子 后面再说 先听他的遭遇 听到没 当年老吴 跟现在的洋海一样 只要被那只金雕发现 他就是一通抓咬 也是好几次受伤 那后来怎么样呢 告诉您 老吴啊 他这吓得连门都不敢出 我看我等我刷好了 就回金老家去 我不在这等 怕了 您说能不怕吗 一出门 只要被金雕看到 他就肯定遭罪 这日子呢 还怎么过呀 最后呢 老吴实在是没办法 在这个村子里面 继续生活下去了 去年呢 他干脆带着全家 走了 嘿 您说这事啊 去年老吴走了 今年呢 厄运他就落到了洋海身上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现在这个金雕 他改口味了 也把人当猎物了 哎呀 那真要这样 那就太可怕了 可问题是 那如果这是真的 有一个现象呢 却没法解释 什么现象呢 以前的老吴接二连三的被金雕抓咬 别人没事 今年洋海两次被金雕攻击 别人也没事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难道说这里的金雕还特别怪 一次只把一个人当猎物 这个猜测一出啊 可把战胜村的村民给吓坏了 这还得了 这金雕吃人 那以后村民还怎么生活呀 不过呢 对于这种猜测呀 苏研究员却认为 这种可能性不大 为啥呢 为了捕链 攻击人他没有道理 不可能 因为猛心不会捕 捕这个自己叼不起来的东西 什么人这么大的动物 他抓了你 他又捕不动 对不对 哎 这是由动物本身的能力和习性 所决定的 可如果不是为了捕食 那金雕的多次袭击 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他的目标 明确的是把这个利爪 他对准了杨海和老吴 其他人呢 却安然无恙 难道他们做了什么事 招惹了金雕 才会惹祸上身呢吗 苏研究员说呀 这金雕 绝不会没有原油的事 他认为 杨海和老吴 多次被金雕攻击 一定是他们做了什么 招惹金雕的事 可会是什么事呢 对于苏研究员的这种说法啊 杨海却是一脸的委屈 他说呀 前后两次我都是在地里干活 而每一次金雕 那都是从天而降 我怎么找他惹他呀 那么事情 真的跟杨海说的那样 就这一点呢 我们走访了很多目击者 而他们的说法呢 还真跟当事人说的一样 无论杨海还是老吴 他们被袭击的时候呢 真的只是在田里 或者是山上干活 金雕呢 突然就从天上来了 那么 问题他到底出在哪儿呢 您绝对想不到 苏研究员判断 肯定还是杨海他们 招惹了金雕 只是这种招惹 很可能杨海本人都不知道 金雕凶猛 为何只对他们特别关照 我想应该是报复吧 报复的源头在哪儿 当年的起因 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前面说到 杨海被金雕攻击 专家认为 很可能是杨海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招惹了金雕 才导致事情的发生 那么 专家说的是什么情况呢 咱们知道 肉食动物呢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 领地意识特别强 比如 狮子老虎 只要人 或者是其他的动物 进入他们的领地 都有可能遭到攻击 金雕呢 也是这样 经过测量 洋海受到攻击的地方呢 距离金雕生活的悬崖 是2.1公里 看似很远 但专家说呀 其实这个距离 对金雕来说 就跟家门口一样 专家认为 洋海被金雕攻击 很可能是 他进入了金雕的领地 引起了金雕的不满 可真是这样吗 那如果是这样 那另一个疑问又出现了 什么疑问呢 从空间距离看呢 不光是村民的地 其实呢 整个战胜村呢 都属于金雕的领地范围 可是同样生活在这里的人 村里的其他人 那为什么他就不会被袭击呢 老鹰会落到人禁的地儿吗 离人禁的地儿吗 他不落到人那个 我的人他害怕人 那以前那个鹰会抓人吗 抓人没见过 他就抓鸡抓住 杨海和这个老吴 他们都都被袭击过 全土的村民没有在受伤的 也没有被袭击过的 你说奇怪吧 其他人都没事 只有老吴和杨海 整天生活在恐惧中 不管他们出现在哪里 只要金雕发现 他就会腹中下来抓摇他们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一时间呢 专家他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他问题到底处在哪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金雕他这么返程呢 专家呢 只好去查找一些过往的案例 希望从中找到一些启发 找到了吗 没有金雕类似的案例 但是呢 2006年发生在西双百纳的一件事 倒是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什么事呢 2006年3月的一个下午 云南西双百纳州孟辣县的这个森林公安局呢 他就接到报警 说当地一个农夫在村头的橡胶地附近呢 遇害 民警赶到现场一看 哎呀 这现场他真是惨不忍睹 那名被害人衣服呢 被撕得稀烂 脸上 头部 身上 到处是严重挫战 谁这么残忍呢 根据现场的大量脚印呢 这个警察判断 凶手啊 他应该是一头大象 大象会杀人 起初呢 很多人摇头 说不可能 为啥呢 一直以来呢 大象给我们的感觉啊 他是一种很温顺的动物 那么凶手 他真的是大象吗 真的 有人就在几十米开外 看到了整个事发过程 那天 被害人呢 正在地地干活 这时呢 来了一群野象 其实呢 野象经过农田 他是常有的事 但是没想到 象群中的一头大象 突然向被害人直冲过去 就跟发了风一样 把人撞倒后 又踩又踏 直到被害人死了 很明显 被害人呢 并没有招惹大象 可大象为什么要杀他呢 是大象疯了吗 不大可能 为啥呢 目击者呢 就在几十米开外 也在地里 当时呢 被吓呆了 可是呢 大象杀完这被害人之后呢 看都没看目击者 他就走了 也许呢 您觉得这还不够奇怪啊 但后面的事呢 您肯定会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呢 被害人呢 很快下葬了 但是过了几天呢 他的坟头 居然被踩平了 谁踩的呢 也有人看到 干坏事的 还是大象 您说这事 那该怎么解释呢 同在地里干活 大象呢 只杀了被害人 边下的人他没事 同在山上的坟头 别的坟都没事 只有被害人的坟头 被踩平 大象呢 就是要跟被害人过不去 您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从表面上看呢 这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呢 还是被当地的警察呢 给破解了 怎么呢 事发几个月前呢 当地警察曾接到过一个报警 在离被害人橡胶地不远的树林里呢 发现了一只小象 死了 民警呢 赶到一看 哎呀 这现场呢 很残忍 小象头部身上 大小枪眼呢 八十多个 谁杀了小象呢 经过调查 警方呢 很快就找到了凶手 这个凶手呢 不是别人 正是被害人的账 原来啊 当时呢 有个象群 从他们家的这个橡胶地 边上路过 突然呢 有只小象 很淘气 就闯进了橡胶地 被害人看到了 就大声的吼叫 可是呢 不管怎么赶 小象呢 就是不走 怎么办呢 眼看辛苦了一年的橡胶地呢 全被糟蹋了 情急之下呢 被害人的丈夫就拿来了自制的土枪 向小象呢 扣动了班机 民警判断 被害人被杀呢 坟头被大象踩平 这很可能就是象群的报复行为 有人可能要说了 说开枪的是被害人的丈夫 大象要报复呢 应该找这个开枪的人 那怎么会找他呢 这个嘛 原因呢 其实很简单 大象呢 是国家保护动物 被害人丈夫呢 自然被逮捕了 愤怒的大象找不到他 可是呢 小象被杀死呢 被害人 他是在现场的 并且呢 他对小象也曾又吼又叫 他自然 他也就成了大象的报复行为 就是这个案例呢 给了苏研究员启发 金雕他不攻击其他人 而只对老吴和杨海下手 那有没有可能老吴和杨海 也曾经伤害过金雕呢 据说啊 怎么问 杨海呢 一直否认 但是呢 在民警的再三劝导下 他终于说出了一个 在他心里埋藏了很久的秘密 怎么回事呢 一切的火端都起源于 2010年的7月的一天 那天的老吴和杨海呢 相约着进山了 他们直接就来到了悬崖边 干嘛呢 找金雕的窝 金雕的窝呀 他就搭在悬崖上 你想勾搭 他不容易 但是他们两个人 用一根长树枝 还是把这个雕窝呢 整个就捅了下来 窝里有什么呢 小雕 原来啊 那些天呢 杨海他犯了痔疮 他也不知道从哪 听到一个偏方 说这吃老鹰 可以治这个病 于是呢 他就约了朋友老吴 一起进山 那天呢 他们抓到了小雕后 就在山里呢 把这小雕呢 给烤了湿了 可是他们不知道 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呢 早已被密尸回来的 雕妈妈看在了眼里 当时我们吃小雕的时候 那个老鹰在天上 就烂转 烂救 我没想到 他是一无二的 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 那报复是接着 那您可能会问了 说既然有这么一出 那为什么之前 有人怀疑的金雕攻击 他是出于报复 杨海却不肯承认 他招惹过金雕呢 哎 这里有一点 必须强调 金雕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他是受法律保护的 杨海害怕事情败露 所以呢 他一直没敢说 如今呢 只是抱不住火了 哎 他这才不得不承认 您说荒唐吧 啊 一个毫无根据的偏方 不但没有治好病 反而呢 为自己招来了一场又一场的大货 付出了血的代价 但鸿宇更想说的是 金雕也好 大象也好 他们的报复呢 还只是个别的 那如果我们人类不能和这动物呢 友好相处 大自然最终给我们的报复 则很可能是毁灭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呢 就是这些 下期经典的传奇 咱们不见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